美军总是打坐人道主义的旗号,军事打击其他国家,可是美国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伪装而已,什么人权大于主权,什么民主大于主权,什么化学武器都是美国利用的工具而已,将美国优先进行到底,将精致力及主义进行到底,已经成为美国的基本原则。 在意义面前,美国可以不顾契约,不顾规则,不顾法治,不顾信誉,甚至可以直接私去伪装。 许利亚局势随着俄罗斯总共最后期限的来临变的日益紧张,俄罗斯已经掌握了绝对主动,美国可以周旋的空间越来越小,但是美国不愿意接受失败,开始进行最后的挣扎,现在竟然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。 俄罗斯卫星网透露,俄军驻叙利亚负责人弗拉吉米尔萨夫琴科,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,那就是美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挟持七万血难民当人体断牌,禁止任何俗俄两国机构和人道注意,接近去南布拉特坦夫地区的鲁克班难民营。 弗拉吉米尔萨夫琴科指出,当地已经断粮断水多时,七万人面临饿死,部分难民实在求生太迫切。 在推特上发布求助视频,弗拉吉米尔萨夫琴科指出,美军就是要以这七万难民做掩护,为自己支持的极端组织,赢得休整的时间和调整机会,从而让他们卷土重来。 数万人成肉盾,美军拿难民生命做筹码,确实很疯狂,俄罗斯为新网指出,美军在埃特坦夫居民点,设立了军事基地,并且禁止任何援助人员靠近美军基地55公里范围内。 但是俄罗斯救助难民的毕竟通道,已经被美军封死,所以那七万难民陷入了绝境。 更为让人气烦的是,美军不允许其他国家的救援组织救助这些难民,但美军自己不愿意给予这些难民任何拿他一点点的帮助。 专家指出,很显然美军为了自己的私利,直接撕掉了自己的伪装,最后的遮羞布也不要了。 确实,美军可以不顾七万难民的生死,仅仅只是为了自己支持极端武装获得休整。 美军支持极端武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,但是美军不顾七万难民生死去维护那些难民的利益,确实是有点夸张了。 俄罗斯为新网10月12日透露,驻雪利亚俄军强英指出,美军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应该受到谴责,美军非法驻驾在奥特坦夫的军事基地必须给拆除。 俄罗斯国防部呼吁,美军出于人道主义的需要,提供无障碍准入,确保难民撤离,或者确保救援组织能够进入难民区域。 军事专家指出,美国经常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真是打击其他国家,可是这次却不顾七万难民的生死,完全是疯了。 这说明开始在雪利亚问题上构极较强了,没有底线了,公然制造人道主义危机,七万难民撑短牌,美军支持极端组织拼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